女人将含有剧毒的化妆品当众吃进了嘴里 一口不过瘾又吃了一口 原来今天是韩国最大化妆品公司的新品发布会 但台下却有个黑粉来砸场子 说她家的化妆品添加了过量的致癌物 并拿出了证据 而女霸总为了治症清白 当众吃下了化妆品 瞬间这个黑粉就被在场的所有人嘲笑 谁让她只是个穷小子 但事情的真相却是 女霸总在一年前盗取了这个黑粉的研究成果 而这一年来 这个黑粉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处处和她作罪 这样霸总头疼不已 这一幕刚好被一个无良记者看到 这个渣男说他有办 很快渣男就写了一篇攻击黑粉的虚假报道 这引得霸总高兴 霸总还不知道 他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 他和渣男的照片已经被送到了一个女人手里 而这个女人正是立 一年前渣男就是因为和霸总出差 害死了女儿 渣男更是在女儿死后和丽姐离婚 而丽姐也决定为女儿复仇 丽姐这一年来成为了儿童心理专家 她从家长的口中都知 霸总的儿子经常在学校欺负小朋友 她知道机会来了 很快霸总就约了丽姐 让丽姐到家里给儿子做心理辅导 霸总还不知道 眼前的女人就是渣男的前妻 但当丽姐走后 却看到霸总上了渣男的车 这更加坚定了丽姐复仇的决心 丽姐如约来到了霸总的家里 但霸总的丈夫却不想聘用丽姐 原来他们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 由于是霸总的丈夫一直在接送孩子 她知道丽姐女儿死亡的事情 而霸总一直忙于事业 儿子缺少母案 这才出现了心理问题 夫妻俩未知吵过不知多少 但霸总这次是铁了心的要聘用丽姐 但当霸总来到故事 却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而里面正是她和渣男的照片 照片里还夹着一张纸条 这把霸总吓得不行 因为刚才丈夫担心儿子 决定先回家照顾孩子 霸总马上往家里赶 红使给家里打去电话 但电话恰巧被丽姐接到 当得知家里确实收到一个给儿子的包裹 并且包裹已经被丈夫拿到了楼上 霸总一边拜托丽姐一定要拦住包裹 等她回去再打开 一边催促司机再快一点 此时霸总的丈夫和儿子正准备打开包裹 这是丽姐推门进来 她说霸总会亲自打开给儿子的礼物 让他们等一下 但孩子却直接撕掉了封条 男人拿出了礼物 而丽姐则拿起了箱子的信封 霸总的丈夫问她拿的是什么 丽姐说是玩具的说明书 正当丽姐准备把说明书交给男人的人 霸总就赶